摩洛哥一個五歲男童被困在32米深的井裏 四天之後被救出 不過已經不幸身亡 歐憲章報導 摩洛哥北部村莊一個五歲男孩拉揚 四天前跌落一個32米深的井中 由於井的直徑只有25厘米 無法從上邊救援 當局決定在旁邊平衡挖掘一個深坑 到達男孩被困的深度之後 再向井的方向挖掘隧道將它救出 據報導 目前救援人員距離這名男孩只有一米的距離 但是當局處於安全考慮決定暫停救援行動 因為稍有不慎就可能會造成離土傾瀉 這樣的話不單止救不到男孩 救援人員也會有生命危險 當局在星期四在井裡放了鏡頭去看 發現男童還有呼吸 救援隊給了一些食物和水 但就不清楚他是否有能力接受這些供給 至於是 綺 20 感谢观看